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顾持的心是感恩的 身边电视与您心心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 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缘土 烦恼无尽是缘断 法门无量是缘血 否刀无伤是缘成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世事长心菩萨达 不愿醉张心菩萨达 不愿醉张心菩萨达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光明无量朝时方 日月火煮煎迷遥 世存能言一生 有情歌歌碎雷尖 不愿醉张心菩萨达 好 大家请跟我念 来 南无消灾元寿药师佛 当愿所有老人 健康快乐 长寿无病 儿女孝顺 三宝加持 因为我们在老人院 我们就要一直祝福 一直祝福他们 因为我们都会老 再来 南无文殊菩萨 当愿众生 断除烦恼 充满大悲 帮助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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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请放转 谢谢大家来 那首先要 感谢我们 这一次 促成这个场地的菩萨 还有我们 文科华的菩萨 让我们大家 在西雅图 而且一个 充满爱的地方 充满孝顺的地方 充满报恩的地方 因为我看到很多 老人家住在这边 这一定是他子女很孝顺 很孝顺 他希望他的父母在这边 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活 甚至 有可能他这辈子很努力 赚了很多钱 他终于有机会退休 过一下自在的生活 看看电视 就是 散步散步 念念阿弥陀佛 那 当然我认为 佛陀教我们的 生命最大的快乐呢 就是 祝福别人 关心别人 生命最大的痛苦呢 就是 只想到自己 我儿子怎么办啊 我身体怎么办啊 我的钱怎么办啊 所以如果你问我 怎么样得到快乐 那就是 不要自私 多为别人想 包括那些 鸟怎么办啊 地上的蚂蚁怎么办啊 所以 整个美国怎么办啊 多为他们想 你会觉得 这种想法 你就会开智慧 这就是文殊菩萨的智慧 以一个 关怀别人的爱 然后去想 怎么样 让这个社会 让这个世界更好 那不会让你起烦恼 但是如果 你晚上一直想 我老公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我朋友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然后你就会睡不着 心情不好 生病 所以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 如果你问我说 哎呀师父 我现在很多很多烦恼 那怎么办 然后法师就告诉你 那我们去帮助别人 你就忘了 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 我在这边再讲一次 有一位女孩子 她到了40岁了 还嫁不出去 然后又黑又不好看 她活得没意思 所以她就决定跑去跳河自杀 过得太痛苦了 那时候有个老和尚经常在河边打坐 老和尚打坐 不是为自己 她想说 有人钓下去她可以救 有动物钓下去她可以救 这就是她的打坐 太慈悲了 结果她听到 有人跳下去了 老和尚赶快跳下去 把她救起来 那当然了 这个女孩子就骂老和尚 哎呀你不要 你不要救我 我活得好痛苦啊 没人要我 我长得很不漂亮 很丑啊 那老和尚说 既然你已经救起来了 有一个地方需要你帮忙 反正你没事干嘛 各位记住 你千万不要去问人家你为什么痛苦 因为越问会越痛苦的 就是小孩子跌倒 你不要问她哪里痛 她会哭给你看 你马上给她躺过她就忘了 记住哦 记住哦 你千万不要跑去人家医院躺在那边 你哪里痛 她刚痛完了 你又问我哪里痛 你就让她觉得她在痛 所以佛教的方法永远 就像我经常去看病人啊 心情不好的人啊 那佛教就叫我们 念一下 转念 就是不要停在那个痛苦 去想到那个快乐的 温暖的 充满爱的事情 就像各位佛教徒叫我们 阿弥陀佛 对不对 因为那个地方叫极乐世界 太快乐了 天堂也很快乐 极乐世界也很快乐 然后你就会超越痛苦 所以老老上就跟她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边有个老人医院啊 很多可怜的老人 你现在没事嘛 那你就去照顾照顾他们 如果你心情不好啊 再来找我 结果他就去了 既然没有死 他就去天天照顾 他觉得哎呀 老人医院的老人好可怜啊 他照顾他们的时候 就忘了自己痛苦 结果那个老人医院的功德主 是一个大老板 很有钱长得又帅 他之所以有钱帅 另外就是因为他出钱照顾老人嘛 帮助穷人嘛 但是他经常拿去钱 他就想哎 哇 怎么有一个女人 这么有爱心 天天照顾老人 她薪水多少 里面的院长说 这个不要薪水的啊 这个人家来帮忙的 哇 这个女人好美哦 因为这个大老板 有钱人漂亮的 看多了 来找他的都是因为他的钱 他怕了 但是他看到一个纯洁的美 他就老板就天天去看他 这个女人真美哦 哪一天就要他吃饭哦 后来呢 两个就结婚了 你看 那个女孩子才知道 哎呀 他来感谢老和尚 老和尚 你说你看嘛 当你去关心那些可怜老人的时候 你快乐 而且你看 哇 你老公这么爱你 因为他老公爱他 哎呀 老公就出更多的钱 把老人也做得更大 照顾更多老人 那这位 这位 所谓丑丑的女人 终于找到他人生的美 对不对 那他老公爱他 更爱 因为他心好嘛 所以我想 如果你问我如何找到快乐 因为我们也经常去老人宴 带老人去 买几只鸟给他打开 哦 放声 他很快乐 带他念阿弥陀佛 他很快乐 让他去点点灯 他很快乐 这样 所以各位 前面的花漂不漂亮 好美哦 来 以此香花 供养诸佛 令佛欢喜 当愿众生 相貌庄严 一切满愿 家庭如花园 将来去净土 那你现在心漂不漂亮 因为你祝福他们 脸长得漂亮 家庭像花园 将来去花的世界 莲花极了世界 你经常用花 这样去做 你心里啊 这些花就跑到你心里面来了 那别人看到你就看到 你的心灵花园 好美哦 好庄严啊 没有压力的 所以我想 那这个就是我们修行 就是修这个 所以不要找自己麻烦 更重要 给别人快乐 所以就像刚刚他们拿了好吃的水饺 给我一吃 一吃 心情好 拿一些还有那种香菇脱水的 一吃这个好 不会伤我 我心情好 吃完以后我要吃几个樱桃 嗯 配味道 好 所以我心情就很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佛法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各位千万不要抱怨 然后呢 把快乐给对方 也去赞叹别人的好 那你心情好 请问身体会不会好 会的 想太多 很计较 头会痛啊 有话说不出 压抑会咳嗽 肺会痛啊 爆发的人会心脏病啊 有事情不能消化 会胃溃疡啊 压力太大 不得不做又抱怨 会腰痛 各位会不会腰痛 骄傲的人会腿痛 膝蓋痛 贪心重的人会糖尿病 肾脏病 甲状腺 三高 贪 称心的人 称的人 会心脏病 会肝病 那这个 这个都是佛法所讲的 贪的病叫水的病 称还生气叫火的病 傲慢有傲慢的病 所以我想每个人 你希望健康快乐 那你要 你要掌控你的心 那掌控你的心 最好的方法 我自己认为 来 多看佛像 佛的脸好不好看 好庄严喔 这边还有一个佛像 多看 看到佛的脸啊 每一个佛啦 特别弥勒菩萨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看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说 你不喜欢笑心情不好 请看我这样胖胖 他都不会嫌身材不好 那就胖胖很肥 但是我们看得好亲切 所以我们出家人去吃饭 一定要看看弥勒菩萨 所以 而且他的耳朵一拉 拉多长都没问题 这样 因为他代表没骨头一样 温暖 那弥勒菩萨以这个欢喜心 劝我们 不要吃肉啊 对不对 我们要快乐 不要给众生不快乐 这些简单的方法 所以弥勒菩萨说 当你看到我 你心里就会欢喜 用他的像度我们 所以我想各位 学佛 我碰过很多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的特色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 他有事没事都在笑 所以你做坏事他也笑 为什么 祖父看到孙子做坏事 没问题没问题 爸爸要打了 祖父说不用打 没问题 疼他就好 爱他就好 所以很多父母会觉得 我爸爸妈妈太疼我儿子了 把孙子宠坏了 这样啊 但是佛就是这样 佛 佛就是永远原谅你 永远爱你 但是他还有圆满的方法 让你没有痛苦 他不但爱你又有方法 但这个方法 如何让对方接受呢 那就是因为他充满了 没有恨的 完全 念一下 完全接受的爱 你不好 你好他都接受你 从接受里面去影响你 那我想我们学佛呢 就要开始学佛的这种精神 就像我以前 我师父 赞成我去跑监狱 然后呢我去监狱才知道 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 他们比我还聪明 而且还敢杀人 我都不敢 但是 那怎么去跟他们说呢 他们的生命经验都比我们强 杀人放火 吸毒卖毒 所以 后来我就讲 那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我很快乐 什么快乐 我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叫我住在里面 我很快乐 他们就问我 你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 因为我没有欲望 我没有恨 我住在哪里 心如果安 东南西北都平安 心无所求 心里只想帮助别人 当我去监狱 我会跟他们说 谢谢你们让我快乐 因为我要把爱 而且是爱男人 不是爱你 男人爱男人 监狱还有好处 光头爱光头 里面都是光头的 一般你会觉得说 我是爱有钱人 我爱漂亮的人 但是到那里面 他们都是杀人放火 强奸吸毒 但是原来我师父说 你多进去 对你有好处 你就会一直培养慈悲心 欢喜心 特别有些你已经知道 他快被枪毙了 我们在台湾还会枪毙 他们还要叫我们事先 这个人要枪毙了 不跟他通知 先找个机会 让法师或是牧师 跟你讲讲话 传传道 然后呢 希望你安息 或是希望你超度 因为监狱也不希望你在里面做鬼 监狱比我们还怕 对不对 他在那边要枪毙人 他要请我 师父 现在超度超度 意思说 把他们带走 死了不要留在我们这边 监狱更怕 所以 当然不管他的动机怎么样 我们都接受 增加自己的被利用价值 好不好 你不要去让别人利用我 但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人家才要利用你 所以 站在佛教 我们所学的各种的能力 都是希望大家多利用这些能力 阿弥陀佛说 你没事多念我名字 他不会讨厌你 你多念他名字 他的光就可以展现出来 他的爱就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 当然到那边以后 我才知道说 原来 我在这边 我佛经读那么多 这个道理跟他们讲没有用 他们要 我给他们一个感受 感受 今天的主题 等一下 自在与慈悲 就是说 我很自在 而且我也要让他们很自在 大家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再来 从我们身上感受到 我是来爱你的 来关心你的 但是 这种爱跟关心的 一点压力都没有 自在就是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今天你生病了 今天你钱被倒了 今天你爱情受到一点痛苦了 你还能够平静 这个叫自在 这个就是修行的功夫 好了 后面这一尊再念下来 南摩大志 文殊势利菩萨 奥阿拉巴扎那地 他是他的咒语 他那一支箭 这支箭干嘛 断除烦恼 不是光自己的 希望众生的痛苦烦恼 通通消除掉 所以那你要有智慧 才可以把这个烦恼断除掉 所以文殊菩萨讲的智慧 除了断除烦恼 还有一种更高的智慧 来服务众生的能力 这文殊菩萨无所不能 天文地理算命什么 无所不能 因为他学这么多呢 他就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一方面自己没有烦恼 二方面有帮助各种痛苦的能力 那在佛教里面叫慈悲 慈就是我要给所有众生 因为我而快乐 悲呢 我要让所有的生命 不光人 所有的生命 因为我而脱离痛苦 那各位我想我们很喜欢 慈悲慈悲这两个字 那各位就要决心 念一下 大慈弥勒 大悲观音 那我们要去学 弥勒菩萨怎么给众生快乐呢 所以我刚刚跟我们 这里面说 有机会我们来跟这些老人聊天 我来告诉他 将来你可以去一个 弥勒菩萨的地方 好快乐 可以结婚有小孩 而且每天都很快乐 叫兜率内院 那你只要供个花 多念弥勒菩萨 将来就可以去那边 而且去那边寿命多长呢 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 而且这个寿命圆满了以后 不会去堕落地狱轨道 寿命圆满了就跟弥勒菩萨来这个世间 弥勒菩萨成佛了 那你就可以开悟了 那这个叫龙华三会 只要你呢 供供花 多拜弥勒菩萨 就跟他结缘了 甚至你这辈子 愿意守五戒 菩萨生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不喝酒 那缘分更深 甚至你这辈子 愿意守一天八观再戒 各位听过了 猪八戒 八观再戒 这个五戒跟八戒差在哪里 五戒是不要伤害 那八戒呢 为什么用猪呢 不要贪心 那天不化妆 那天男女分开睡 那天晚上不吃饭 那天不看电视唱歌 就不贪心 除了不伤害众生的五戒 再加上不贪心 那天不化妆 没有各种欲望 那你就跟弥勒菩萨结缘了 将来 将来不但现在快乐 将来也快乐 所以我想 我们 大家喜欢 学学佛法 目的呢 念下来 现在快乐 这一辈子快乐 来世更快乐 这是学佛的重点 你不能说 师父我命好苦 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 还会念苦 很奇怪 你没有专心 因为你边念佛 边念老公 所以不行 你边念佛 边念儿子 那不行 你边念佛 边念我在生病 那不行 为什么念佛会快乐 是 你要把你的生病 金钱 因为那时候很痛苦 这个世界很苦 所以我不要想这个 我专心念阿弥陀佛 这样会不会快乐 你不能说 边念边哭 人家念佛在笑 你在哭 因为 我很痛苦啊 我一直想痛苦 一直念佛 这不是 你要念没关系 时间很短 但很专心 这样就好了 想着极乐世界的快乐 想着阿弥陀佛的慈悲 想着念佛怎么帮助众生 所以 佛说阿弥陀经 就告诉你极乐世界的快乐 各位 明天啊 我带各位出去玩 一人发一百万美金 然后玩遍世界 光讲你就快乐了 骗一骗也快乐 但是 但是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在念佛就是 这个还不是骗你 各位 有没有极乐世界 百分之一百 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 有没有什么条件 没有 不要半毛钱 你只要相信 我相信极乐世界 我相信阿弥陀佛 然后 如果极乐世界你相信真的存在 各位 愿不愿意去 愿意 太好了 心理就好快了 那你现在就快了 不要烦恼了 你这辈子也快乐了 你来世更快乐了 所以我自从学佛以后 在家我就告诉自己 我从今天开始 不再烦恼 为什么 为什么不用烦恼 因为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真的 爱情是真的吗 儿女是真的吗 名望是真的吗 都是假的 这个假的 你注意看 所以你现在身体很痛 假的 因为它会过去的 跟女人一样 生小的时候 以后我不生了 以后我不生了 下回再生 生不完 因为没生到男生 因为他觉得 因为他那个痛过去 他就忘了 所以所有的快乐 所有的痛苦 都是暂时的 不会永远存在的 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这样 所以你就不会紧张 不会怕 各位要是告诉自己这个 虽然佛教的道理 听起来很深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有受皆苦 有时候讲这个太严肃了 那你如何安慰自己的方法 去安慰别人 就像有人帮我按摩 针灸 哇很痛 但是我讲说 这个痛一定会过去的 因为痛完就不痛 你越抗拒它 你越痛 所以我告诉各位 每个人都会生病 但是你越排斥它 我要赶快吃药 我要赶快想办法止痛 我要去打止痛剂 它就越痛 但是 就像你在打坐 打坐 你脚会痠会痛 但是你接受它 因为 痛不是我的目标 专心念阿弥陀佛 专心想佛法 那才是我的目标 这个痛 一下就会过去 因为它又会痠 又会不痠 又会痠 又会痠 那你就放下 所以 内心的快乐 来自于 你也叫 放下 不执着 好不好啊 今天你去弄头发 对方给你弄了一个很丑的 没关系 当做没看到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 气死我也 你自己找麻烦 人都会这样 你把它转移 你把它转移 你不转移 你就一直想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但是事实上老实说 家人 家人看你不是你的外表 因为大家相处那么久 看你是你的心态 我们看爸爸妈妈 不是看他的外表 你买个好吃的 他吃了在笑 你好快乐 所以老实说 真正的快乐 在你的心态 外表也好 金钱也好 事实上是暂时的 暂时的 面子 有钱跟没钱 是一个感受 对不对 我是有钱人 我是个乞丐 那也是个感受 那也无所谓 我只是个乞丐 我坐在海边多好啊 一个人在那边吹风 多快乐啊 所以我们出家人 就是感受这个 佛陀教我们 身上不要带钱 没有家 睡在树下 穿着死人的衣服 古时候的佛陀 这出家人都是 死人的衣服 拼起来的布吧 然后呢 多自在 所以我认为 各位应该偶尔啊 要去享受一下 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去海边 来个便当 带几瓶水 就在那边吹海风 看天空 威鸟 你要觉得很快乐 你要开始念习 念下来 孤独的快乐 不依靠的快乐 对 如果你不依靠对方 你就不会给对方压力 你很依赖对方 你不要离开我 我跟你讲 你已经给对方压力了 对方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他也不快乐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有交过你朋友 我都跟对方说 如果你要跟我分开 电影看完再讲 不要影响我看完电影 但是往往都是我跟他讲 我们分开好不好 对方就开始哭 这个很难搞 这怎么办 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过去式的吧 我很怕对方爱上我 那我就完蛋了 这样 我就觉得不自由了 我就觉得很痛苦了 所以 因为我觉得对方也会痛苦 我也会痛苦 然后如果不要加上这种 这种约束就不会痛苦 当然这是自己的心态的习惯 所以快乐不是拥有 想有他 但是不要占有他 可以 有一句话 我问各位太太 老公是谁的 你不是说我的 儿子是谁的 我的 你会很痛苦 这个我就是你是主宰 你给我好好听话 晚上回家 你会很痛苦 然后那个老公就觉得 我好可怜 妈妈管完以后太太管 她不自由 那当然女孩子也会解释 因为我爱她 因为你不爱你自己 你让你自己痛苦 所以各位你要爱自己 我可以孤独的去山里面走一走 去河里面走一走 自己去看电影 自己去逛街 自己去欣赏漂亮的花 不要依赖那些钱 那些外表 那些家庭那些名望 你要让自己过这种生活 初一十五 这个叫吃灾 就是这个意思 初一十五 夫妻最好分开睡 大家吃吃素 除了自己享受孤独 都去帮助别人 老人愿 顾为愿 需要帮忙的地方 你会觉得 原来这个就是 我们愿意学佛的生活 因为自在有慈悲 不执着 又充满爱 不依赖 还可以帮助别人 关怀众生 所以我这一次去西班牙葡萄牙 我已经爱上那边了 为什么 蚂蚁真多 我可以喂蚂蚁 我可以喂蚂蚁 一点点面包 哇 海蛾也多 乌鸦也多 哇 太爽了 到处可以去布施 太快乐了 那没事就跑去教堂念经 多好听 你不是说我是佛教徒 那没有佛式 教堂也可以念大悲咒 教堂的地下都是骨头 我的佛号正好用 波罗波罗蜜多 心情往生中 快不快乐 快乐 因为我觉得我们穿这个衣服 神父穿这个衣服 无所谓 反正我们都是来爱的 爱是超越宗教的 所以我想 各位在这一点 所以我为什么偶尔要带团出国 我就带很多人 我们去快乐一下快乐 快乐不是去浪费 吃喝嫖毒 没有我们没有喝酒 没有赌博 没有去pachingo 对不对 没有去casino 我们就去浑墓 那个游览车司机说 我第一次载到这种团 好恐怖啊 去浑墓 结果司机都被我们感动 这批人去浑墓 买了一大堆饼干 花 那个又不是你祖先 我说那个都是我们祖先 去那边给他献花 去那边给他们念佛 我觉得很清静 我觉得国外的墓墓 特别欧洲 英国墓墓 很漂亮 他们装饰得很好 昨天我们到美国的军人公墓 就很整齐 你往生都排那么整齐 我还看到我们战江法师 坐在那边 真是伟大的战士 他们好几个拿着烟 拿着旗子 要去超渡他们 但是我认为太阳那么大 有些居士就跟我讲 师父我被你们感动 我说这不是感动 这真快乐 你不要心情不好 没事跑护墓去就好了 你去给他们献花 你去给他们献食物 你以为他们念什么都可以 因为念什么经 不管你是天主基督教佛教 那只是一种爱 我关怀你 一种爱的力量 爱的语言 爱的行为 所以我想 希望大家 我认为各位就是说 有钱没钱另外一回事 但是有钱更要享受有钱的快乐 那有钱的快乐就是 给别人快乐 不失 所以我刚刚讲的蚂蚁需要的不多 对不对 那些海鸥 那些鸟 我这次在普世顿 救很多龙虾 昨天在洛杉矶 救很多螃蟹 一只螃蟹两块钱 哇便宜啊 我们在台湾二十块也不一定 同样的螃蟹 那是给它放回大海 救那些沙丁鱼也很便宜 它们要给钓钓了 那我认为这个世界有太多 可以做的 就像我走到那里 我很喜欢撒水 念大悲咒 撒甘露水 对不对 念药师咒 撒药师咒水 念财神咒 撒发财水 到那里 希望对方发财 那为什么要撒 因为我相信 相信佛的力量 佛这么说 你念这个咒 给它撒那个水 佛的力量就展现在那个地方 那你就当下觉得自己很快乐 很舒服 所以来 现在麻烦一共不少 一人发一杯水给你 好不好 不是发钱 发水 有吗 一人一杯 水 里面有一点米 水米发一下 你们不要拿起来喝下去 因为用这一杯 水跟米 我带各位做一点不实 好不好 那我希望各位 从明天开始 你就天天做 不管你到哪里 就拿一杯水 加一点米 你不会念没关系 求观音菩萨加持 让这个水变甘露水 念这个米变甘露米 愿他们 念一下 饿鬼升天 众生快乐 土地公快乐 做生意的人发财 所以我每次到别人的 做生意的人 来这餐厅 我都请他们 水装了吗 另外装 请他们记得这样去做 因为佛陀说的 七颗米 你用慈悲心 就可以把米 变成整个世界的食物 一点点水 你用慈悲心去念 整个世界就充满了甘露水 这样 然后你相信 而且这些 饿鬼道 这些死亡的动物 这些活的人 他身上的很多痛苦 就因为这样消除了 因为你把佛的力量展现出来 佛的力量就是 你有悲心 佛的力量就可以透过你展现出来 佛的力量是圆满的 就像太阳 但是你有悲心 就像一个镜子 佛的力量都透过你 就出去了 修行不是石板板 修行是展现生命的活力 力量 给人信心 那你自己快乐 因为你会感受到佛的力量 从你身上表现出来 因为你越关心别人 越给别人快乐 你自己更快乐 佛法很简单 所以各位不要消极 不要抱怨 不要想不好的事情 都想好的事情 一个人生病了 你想要是佛给他看 一个人 没钱了 你想财神给他看 对不对 一个人想要往生了 你想极乐世界给他看 这个就是佛法 佛法永远用光明 黑暗就消除 给他爱恨就消除 佛法就是转念 念一下 转恨为爱 转恶为善 转黑暗为光明 记得转 好不好 记得转 因为随时我们都会面对痛苦 但是你转念吧 今天这个人我看到他想 骂他 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就骂不出来 因为转念 如果你忘了念佛 阿弥陀佛就骂下去了 但是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加持你 骂不出来 因为得到佛的加持 所以老和尚要我们 做什么 每一个念头先念阿弥陀佛 再喝水 我现在是阿弥陀佛在喝水 我现在是阿弥陀佛在吃饭 我是阿弥陀佛在跟你讲话 你也是阿弥陀佛跟我在一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要把这个阿弥陀佛放在生活在一起 而不是说我现在在佛堂念阿弥陀佛 等我念完再来骂你 你骂我去的 我等一下打电话骂你 我们早就忘了 因为我念完佛了 我没有恨 所以各位要把生活当作一种修行 我认为不是很困难 就是你要不要快乐 你快乐起来 你的儿子就快乐 你不快乐 你要求别人要对你好 怎么样怎么样 越来越痛苦 改变别人 先改变自己 如果你不亮起来 你不可能叫别人亮起来 你亮起来 世界就亮起来 所以佛陀讲的会 心清净者 众生就清净 别人就清净了 心清净就 世界就清净了 就像今天有个菩萨问我 我们说 师父那个房子怎么卖出去 你们快乐起来就卖掉了 不是叫我们就给你做法做了 编点钱 你快乐起来 家和万事心 心情好 肉体都好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很单纯的 不是说你要念很多 你只要相信 那你一直念观音菩萨 如果你有信心 都可以 但是各位 记得 记得怎么做 放过来 三十二页 所以我们今天这种超度法会快不快乐 它不超度困难 因为我们这么快乐 你不要跪在那边一直哭 可怜的阿公 他本来好好的被你哭到地上去 我发现这个不是 像我去看什么重病啊 快往生了 死了 我去保证超度 因为我很快乐 我要带他去快乐的世界 我又没有带他去空土的世界 死亡是放下 哇 到一个新的快乐 你只要相信 请跟我来 是OK 那你就 做一点该做的事情 我想各位 请开始让别人 因为你的存在的快乐 好不好 不要抱怨 不要讲对方的缺点 不要把对方的缺点放在里面 你会爆炸 我跟你讲 哪有人把别人的大便放在心里面的呢 哈哈哈哈 然后再从你的嘴巴讲出来喷大便 没有人这样子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这样 你听我讲 我老公昨天怎么样 你又开始又要弄大便 因为你何必去讲这个呢 去伤害自己呢 因为这些东西 没有对方让你痛苦 你怎么知道要快乐 平常念快乐你就忘了念佛 所以说对方让你痛苦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要痛苦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請不要让我痛苦 所以你没有黑暗你就不会有光明 请记住这个 所以每天我们就会面对很多痛苦 所以我就要保持安定来念佛 痛苦就过去了 那这个就是修行 时时刻刻保持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很痛苦 本来就很痛苦 这个地方是高级老人院 他们为什么来 因为痛苦 对吧 所以原来有钱也这么痛苦 有钱不见得完全快乐 那只是方便而已 但是快乐来自于你的内心 快乐来自于 依偎在佛陀的怀抱 好不好啊 进入极乐世界多快乐 进入观音菩萨的心 慈悲多快乐 进入文殊菩萨的心 打智慧的光都快乐 但是请各位把快乐 也给众生好不好 所以你千万不要 今天晚上回去 一人带一张黄色牌围回去睡觉 慕怒 师父那个是鬼 你才是鬼 因为你可以给他快乐 你怎么不带着他睡觉 不行不行 放你那边我给你钱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问题 就是因为他痛苦 所以我要给你快乐 一个修行人每天晚上睡觉 要说来 所有众生 父母祖先 跟我睡觉 一起去极乐世界 这样就睡着了 了解吗 要睡 大家一起睡 就是放下的意思了 睡不着还真苦 放下 去极乐世界 放下 去极乐世界 不要计计计划一大堆 算计一大堆 你不发财就不会发财 你算也没用 你每天很安定 很快乐 财就来 快乐就来 别人看到你精神就好一点 像我这种人 我也发愿 死不掉的 你找我 保证好死 因为我们专门祝念 心情不好了 找我 保证你睡着 放下了 所以 为什么因为佛的加持 所以当然你要给别人放下 自己要放下的状态 因为你在 没有烦恼 没有心机的状态 自然结果就会好 其实我佛教讲 你要得到那个果 不要为果而用心机 因上快乐就好 你在因 你在原因 现在给人快乐 自己清静 结果就快乐 房子就卖出去 就赚钱 身体就好起来 你平静 不要紧张 我高血要怎么办 我要检查 我要减肥 我要运动 你每天都在烦恼 那人说OK 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快乐 那他就降下来 对不对 不然的话一生气 血压就下来 一压抑就费病 一不消化 又胃肠不好 一压抑肝又出问题 因为你在折磨自己 人的痛苦都是自找烦恼 就是折磨自己 所以学佛 他就告诉你 当下的快乐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但是各位 你不要去改变对方 比如说 你的朋友 吵你吵架了 你不要逃避 也不用去跟他吵架 跑到一个地方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回向给他 以佛的力量给他 就好了 还有一种方法 我教各位很简单 这个人要告你 那个人找你麻烦 我们用一个方法 晚上擦一支箱 替他擦在外面 拜他的祖先 回向给他的冤亲在主 他明天就会对你很好 因为你对他很好 你连他的祖先都对他很好 就是说 他伤害你 但是你给他爱 你关怀他 他就不会伤害你 你也很怕他伤害你 一直跟他对立 一直跟他吵架 就想说 哎细胞怎么办 我如何找医生 赶快把它刮掉 把它切掉 他就会跑到别的地方 但是我对你好 我爱你 我接受你 我帮你做好事 他就快乐了 痛苦的细胞 变快乐的细胞 这就是佛法 所以我想佛法的意思是说 越黑暗 你就越光明 他恨 你就爱 他骂你 你就称赞他 但是不要跟他打仗 如果你要跟对方打仗 你会害死自己 像各位的夫妻关系 有时候弄得不好 那是打仗 不接受对方 批评对方 他就是在打仗 所以 那就像小孩子一样 他越哭 你要越抱他 来抱一下 塞个奶嘴 OK 送个黄金 对女人给个宝石 送一朵花 他就睡着了 就是你要对他好 你不要抱怨他 我想各位 男人最需要被安慰 记住这句话 他拼得要死 拼得要死 我老婆还嫌我 他觉得活得没意思 不要赚了 要称赞他 你好努力哦 到晚上都还在打麻将 这么努力要赚钱啊 哇 你还真努力啊 所以 但是 反正好话坏话 反正干脆讲好话 好话还有好结果 坏话必定坏结果 所以 佛法的方法 不是说你好可怜啊 很痛苦 我帮你念阿弥陀佛 我让你快乐 我让你去极乐快乐 他就赚掉了 所以念下来 对自己好 自然也会对别人好 所以我从刚刚到现在 都是在让我们心里快乐 让自己快乐 然后也给别人快乐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佛法 他没有身 没有钱 这是谁都做得到的 那你就去做 你用饭菜给别人快乐 你用好的饮料 一杯给别人快乐 就像我在坐飞机 我看他们 哇 坐在前面的 一下水 一下糖果 这个很好 对不对 客人也觉得 我坐头等舱 有意思 交这么多钱 事实上那些才多少钱 但是他就很快乐 所以以后你就跟你老公 回家你就是头等舱 我对你好 他天天都要回来 你这边念念念念念念 抱怨念念念 觉得家里也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 一个学佛的人 希望你不管到哪里 你都带给别人快乐 我在这边可以给各位快乐 同样我到任何地方 哪怕你叫我下地狱 我都要给他们快乐 因为我给他们快乐 我就不会怕鬼 老实说我以前也很怕鬼 怕一个人 怕看到尸体 怕黑暗 但是后来我学的 我就自己开始面对 一个人去湖墓 一个人去海边 一个人三更半夜 起来招魂 我想晚上最多了 来呀来呀 后来我发觉我自己 变成不怕 可以面对 因为就一直保持这种 正面的力量 当然 后来我讲回来 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并不是我们有力量 一切来自于佛 因为我们念佛 我们诵经 我们持重 这是佛的力量 你不懂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道料理的是 南瓜蔬菜面疙瘩 前方会放置 前方会放置 前方会变成 多一份木屋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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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 大蒜 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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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道料理是南瓜蔬菜面疙瘩 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妈妈就会做这个面粉揉成的团 我们台湾话叫做米糕 然后把家里现有的食材有什么东西就加什么东西 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家里经济荒荒许可了 然后我又是个无肉不欢的人 我不可以餐餐没有肉 后来经过姐姐的影响 我姐姐她是一个素食料理的一个达人 因为她的影响关系颠覆了我对素食原来也可以很好吃 南瓜蔬菜面疙瘩食材非常的简单 只有青花菜玉米笋还有金针菇 那推荐大家在家里自己做呢 因为外面会有成本的关系 所以他们都会加一些地瓜粉或者是太白粉 那其实南瓜自己特有的属性 自己在家里做其实都不用添加任何东西 它就会有这种法式浓汤的感觉 可以吃吃看 推荐大家在家里动手做 又可以吃养生 又可以吃健康 又可以吃美味 好吃 互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